今天我们开始讲那个第五章 这个叫供的梯度法 这一章呢实际上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讲那个线性的 就是一部分是讲线性 线性供的梯度法 另外一间呢一共两间呢 还有一间是讲那个非线性 共和梯度法 争取 希望能够讲两次 今天这一集呢把这个讲掉 下一次能够把这一集讲掉 估计还会有些困难 我们今天就来讲线性的梯度法 今天就来讲这一集 这个呢线性供的梯度法的话 大概我们讲这几个事情 一个是讲讲问题 线性供的梯度法的问题是这样子啊 给定一个A A A是一个矩阵 那么要求它是镇定的 另外呢 B呢是RN 那么那个问题呢是求解这么个东西 求解这个方程 这个问题就要求解这么 但这方程从 从现代数学上讲这个很容易 这个我们都知道它的解 就等于马上可以写出来 对吧 所以所以呢这一章的内容呢 实际上在一般现代数里面 也不大会涉及到 它倒是应该是在那个 就这样这本书里面所讲 Numerical Analysis 就是说 所以那个数字分析的范畴里面 就不是说好像我理论上 给了一个镇定矩阵 对吧 那么AX等于B 这个一定是有解 就是微解 这解都可以写出来 那你从数学上讲 这就算完美了 是吧 那么它现在这个要解的 就是我真正要找到一个算法 来算它 把那AX给你算出来 对吧 就是所以这种方程 但即使像这个方程的话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学到很多了 就是你要解这方程 当然我们最简单的 都学过那个高时消去法 也可以做这个东西 对吧 或者我们像前面讲过那个 Cherlisky那个因子分解的方法 对镇定矩阵也可以来做 那么这次呢 这里呢 要介绍另外一种的算法 来解这样这个方程 当然它有点好处 我们在介绍完这个方法以后 我们会讲它的好处 而且这个方法呢 可以搬到非线性去 在线性里面做的 当然也有它意义 我们最后 我们后面会讲 更重要它能够把它搬到 这种方法可以搬到非线性的问题上去 这是一种问题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个问题 等价的可以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 如果把fx叫做2分之1 xtax加上 这应该减掉btx 对吧 那如果我的问题变成功就是minimum 对吧 minimum就是fx 那么求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那个玩意 argument的话 这个就等于 也就等于它 这个 所以这个问题是同样 两个问题是一个意思 我这问题可以提成功求解线性方程组 也可以变成一个两次函数的一个求解之类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记号我们经常会用 就是deltafx 就是它的那个t度 t度的话 大家一算就知道 就得ax-b 这个就是t度 那么在方程 我们在解线性方程的时候 这个这个设置呢 常常继承中rx 就是你这x离开真正的解 还偏离多少 如果rx等于0的话 你这x就是解了 但是如果你rx不等于x星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东西应该不等于0 所以它一个偏离 叫reduction 剩差 所以这个常常是用这个 这是rx 就等于0 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线性共和t度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讨论这样两个问题 等价的两个问题 对吧 我们可以用那个线性方程求解来做 我们更多的会用那个优化的问题来表达 因为这种用优化的问题 我们将来可以推广到非线性上去 现在我们来讲那个问题这个问题 我们来讲那个共和t度法 在讲共和t度法之前 先讲一个叫共和t度法 共和t度法是共和方向法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但是这个特殊例子是真正用的一个例子 所以特殊的比一般的更有用 我们先讲那个叫共和方向法 共和方向法 我们第三部分讲共和t度法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个共和方向概念 什么叫共和方向 这个两个x1 x2称为共和方向 称为关于a的共和方向 共和方向是会有要针对一个矩阵的 这个矩阵的我们一定是一个正定矩阵 就这里都有了a坐在这里 关于a的共和方向 那么如果 如果什么呢 就是x1乘上a再乘上x 这玩意要等于0 如果a等于r1大家看什么 a等于r1的a拿掉的话 就像那个正交方向 这x1跟x2正交 所以x1跟x2正交 你也可以讲 x1跟x2是关于单位矩阵的一个共和方向 对吧 这是共和方向 这定义就这样 这是定义就这样 这是定义就这样 定义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对 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共和方向 和正交的关系 可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当A A是等于R1的时候 就等于单位重的时候 那么共和方向就变成正交方向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当这个概念可以推广 就是我可以推广一下 就是这个概念 上面那个概念可以推广一下 就是我如果是X1 X2 Xm是m的向量 那么如果有XI A Xj等于0 I不等于j 这个那么就叫什么 这个就叫XI 1到m 这个是共和方向轴 就是共和方向轴可以推广到 一组一组向量叫共和方向 那么它就是要两两两两两共和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共和方向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共和语 共和 或者是正交 这个关系 我们来看一般的 就是如果一组方向是共和方向 那么它跟一组正交方向 共和方向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 一个A如果是正定的 对吧 那么它就有它的A2分之一是存在的 对吧 存在 也是正定 也是正定 而且也是正定的 并且呢 就A2分之一 乘上A2分之一呢 就等于A 这个大家 现代书学过没有 没有学过还学过的 知道对吧 那你们现在也就知道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 那你们去翻那个 现在的书 就是这个 对吧 这有这么个结果的 我们这里要用到它 那么我们讲这个 比如说这一组 比如说这个XI 1.M 是一个共和的 对吧 是一个共和的 对吧 这是共和 对吧 这是共和 对吧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0等于TAX 结等于0的 对吧 那么X 这个A呢 A等于 那我再写一写 A我们讲可以写成为这样子 对吧 那你现在把这两个拼起来 这两个拼起来 对吧 就变成为等于A2分之一 XI T T乘上A2分之一X结 就变成这样子 对吧 那么你如果写一写的话 XI T Y结等于0 所以这里的YI呢 这里的YI呢 就等于A2分之一XI 就这样 对吧 所以这个设置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X跟XI跟X结 如果是共和A共和的话 那么你通过这个变化 那么你通过这个变化 就会什么 就会变到YI跟Y结呢 就是正交的 就这里如果是一个X空间 这里是一个Y空间 那么过来的话 对吧 Y就等于A2分之一X 你如果要过去 过去嘛 就X等于A-2分之一 Y就变来变 这是E对应 A2分之一也是正定矩正 所以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叫什么 叫做可以A对应的 对吧 而且是一个线性变化 所以你要X多来 所以在X空间上 是共和 到了Y空间就变正交 Y空间正交到X空间 就变成共和 当中的变化就是这个变化 一个正变化 一个负变化 对吧 所以根据这个性质 你可以知道很多关于 那个共和的一个 你可以知道很多 关于共和的那个 那个性质了 对吧 所以你由此你可以推到 很多共和的性质 就共和的性质了 就是你只要把正交的性质 就搬过来就完了 对吧 别我写几条 那就是说 就是 比如说这个 我用Pi 一到M 这是一组向量 是共和组 那么就可以推出什么 这一组呢 是线性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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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很容易 你 你 我这里如果P 这里是P 那变过去就Q 对吧 而且线性变化 所以你这个如果是 要线性独立 因为那个 那边的话 你变到这里 这里是线性独立的 所以那边一定是线性独立的 你们用这个性质 你可以马上 比如挣到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就可以 就是共和一定独立 共和 如果这一组是共和的话 一定独立 那么你如果在这里 在这个空间上 我找一个机 对吧 你一变变回来 到这里 就变成这里的一个机 对吧 空间里面 你要找一个正交机 是一定有的 而且无穷多 所以呢 在空间里面 你要找共和机呢 也是一定有的 而且会有无穷多 对吧 就是说 一定存在共和机 对吧 这个共和机就这意思 这个P I 1到N 或者0到N-1 对吧 这都一样 后面用是用这种 0到N-1 一共是N N维嘛 最多一个机制是N条 N的东西 不可能再多了 再多一定线性独立了 N加一个共和下来 没有了 一定会 一定会线性独立了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 而且呢 这个东西是共和 而且呢 是组成共一个G 对吧 所谓G的话 就是你任一个向量 一定可以用这组G的 一个线性表示 把它唯一的表示出来 这就叫G嘛 对吧 所以这都可以 好 行了 有了这个共和方向的准备 我们就可以来介绍共和方向法了 第二 共和方向 共和方向 共和方向以真交 我们来讲第三 共和方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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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就是我们要来解我们的问题 对吧 或者是解这个问题 或者解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就给定一个X0 我们那时间要求什么东西呢 要求X星 X星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A负一比了 X给减掉这个东西 要求这个东西 因为你这么求好了 X星跟它一加 那么就是X星出来了 你给定了初始猜测 然后你要求它一个补充项 这个当然是一个N维空间当中一个项链 然后呢 供额方向给定了这个东西 给定这个东西 还给定了这个和一组供额方向 就给了你一个初始则 给了你一组供额方向 现在要求这个东西 然后你这个东西求好了以后 你有了X0跟这个一加 就等X星解决出来了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当然是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呢 一共有N个共和方向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G 就在N维空间里面 就是构成了一个G了 那么构成了G以后呢 当然我们就是可以把 这个向量在这个G里面的 一个线性表示 就唯一的线性表示 可以表示出来 就是X星减掉X0 我们可以写出来 就是α0P0 加上α1P1 αN-1 PN-1 这个α0到αN-1 是唯一的G嘛 G定了以后 它的任一个向量的 在这个G里面的表示 是唯一的 现在如果要求这个东西呢 就要你把 所以你要求这个 就等于求那个α 对吧 那么怎么求α呢 就是利用 跟正教其他一样 我们用那个 比如说求αK 求αK的时候呢 我们用PKTA 用这个东西呢 去左层这个等式 PK左层 左层就这么一层 就得到PK PKTA 去乘上这个 X星减掉X0 再等于 再等于 αPKTA α0P0 加加加加 加PKTA PN-1 α 还有α 这里也有α 所以我们可以拿出来 这个 这个 是一个标量 所以你可以拿出来 对吧 那么你看PKTAP0 如果K不等于零的话 这应该什么 等于零的 这是根据我们那个共和的要求 知道等于零 所以这些都等于零 只有其中哪一项呢 只有K哪一项 所以这个是指实际上就变成了PKTA 这里αK我写在我前面也可以 再PK 对吧 所以这有一项 所以右边的话 就利用那个共和性一弄的话 就变成这一项 对吧 我写了好一点 这个是一个竖啊 也是一个标量 对吧 一个矩阵横层再竖层 也是个数 所以这两个是个数 那这边 这边我们来看看这东西啊 我这里 那么用在这里好了 等一下 我如果用这个比如说是一个 XC是一个对吧 然后如果比如说这个是X0 对吧 那么这一条这个向量呢 这个向量是将就这条就是X星减掉X0 对吧 这个向量 然后 比如这个叫X1 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α1P1 这个实际上就变成那样啊 我这个地方就够了 我这个地方就够了 我这个地方先弄成 就是这样子可以一直弄 这个X0 那么就等于加上这个 因为刚才那个实质 这个实质来看 就是这边景啊 先来看这边 把它搬过去 这个 这个如果把前面 比如说到这个 现在如果把这一段 比如加到K这一段 这个叫做XK 就这个就定义了 定义它 对吧 那么我这X星呢 就等于XK呢 加上 那么后面这一段 对吧 后面就等于K加1 PK加1 所以这一段的话 所以这一段的话 实际上这一段 你如果写出来的话 你把这个搬过来的话 也就等于那一段 对吧 所以你如果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你就知道XK的话 就等于这个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XK的话 就等于这个 X0加上α0P0 加K加1 我们把这个叫K加1 好 这有αKPK 然后这个如果搬过去 你又得到了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 我们等一下都有用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搬过来 搬过来就是 这个搬过来就是 XK-X0 等于α0P0 加上αKPK 然后这个呢 就是 这个搬过来就是 X星-XK 这个呢 就等于αK加1 PK加1 n-1 n-1 pn-1 实际上 我没有用的就是这两个 这个是定义 这个部分是定义 是新 是新 减掉XK 再加上 XK 减掉X0 对吧 等于就等于 所以这一部分 刚才那个 这个呢 是后面 从K加1开始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是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用PK T去A 去乘它的话 都不相等 所以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这一边呢 就等于可以写成 PK TA 乘上一个 我们的那个 XK 减掉X0 所以这边就等于它 就得到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还可以再给一些 这个设置 里面你再看看 里面 A XK 对吧 减掉 A A A X K 这个呢 减掉一个B 这个呢 就等于RK 对吧 我们就等于RK 所以这一部分就等于RK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得到这么一个设置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数 这边呢 是PK TRK 对吧 所以就是AlphaK的话 应该等于 这个插一个符号 是吧 XK 应该等于 我插一个符号 应该是RK T PK 然后PK TA PK 那我看 我插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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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符号 就解好了 对不对 但这个也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很简单的问题嘛 那么这个就是 当然我们来讲 这个就解救 这个所谓供 供的方向法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说你除了给了A跟B之外 那么你另外还要给一组供的方向 给N个供的方向 如果你这都给好了 那么随便你给我一个X0 我马上就可以算出X-X0 那么这样子就等于把它再长成个Alpha 那么Alpha就是用这个公式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就解掉了 这个就叫做用这种方法来解的话 那么就叫供的方向法 就利用了供的方向法 当然这个计算实际上也还是一样 在这里地算量最大的是这个H乘上一个向量 这是N平方接的 你有了这个以后 其他这种数是N平 N接的 当然你要求N个K 所以又是N三次方 整个运上还是N三次方 所以单单从这个角度讲 它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我好处在后面再看 我们再来讲它的一个性质 这个就供的方向法 我们再来讲它的一个性质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些性质 性质里面有很重要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AlphaK 当然是这个公式就这个设置 我这个AlphaK同样可以看成功是什么 是一个优化问题的解 就是这个AlphaK可以看成它的一个解 AlphaK当然是已经算好了 但是呢 就是说我也可以看成这样一个解 这里的XK就是这个地方定义的 这边的XK就是等于X0加上Alpha0PE 加上AlphaK减1PK减1 就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定义的 现在要证一证这个东西 证一证这个东西呢 也真是很好证的 因为我要求这个东西的minimal 那么就什么 就相当于求它的T度等于0 那么这个东西的T度等于什么呢 这个Fx的T度 我们刚才算过了 所以Fx的T度的话 就等于Ax减B 对吧 所以这样就要我们变成功 Ax呢 就是这个XK加上AlphaK 这不能Alpha AlphaPK 对吧 去减掉一个B 就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它的导数 然后再对Alpha求导 再求到里面去 再求到里面去 就是要再去求一个PK 所以这个东西要等于0 对吧 相当于这个东西呢 就你要minimal的话 就要在这个数字等于0 这个数字当然再改写一下 这一部分Ax减B Ax减B呢 刚才写出来就是RK 对吧 那就Ax减B就是RK Ax减B 然后还要加上AlphaAPK 对吧 就这个 这个要T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向量 要T TPK 变成这样子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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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要弄弄出来 就是RKTPK 加上Alpha 这个PK T PKTA PK 等于0 对吧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 这个 这个你看 马上解出来 就Alpha等于负的RKTPK PK TAPK 对吧 那么这个数字当然就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就证明了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有一个很大的用处 对吧 就在线性的时候都一样 对吧 那么你 你线性的时候我直接就可以把它求成 然后 然后这个数字呢就是可以推广到 非线性的场合 我这F现在是 线性的时候F是个两次函数 到我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F就不是个两次函数 不是个两次函数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在线搜索方法里面讲 都是要解决这么一个子问题 就是要在这个方向上 从XK出发再沿这个方向 你要进行一个搜索 对吧 那么就 所以就等于它了 这样子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算法可以 可以用那个线搜索方法的框架来表达 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线搜索方法来表达 我们其实还可以讲一些性质 这个旗都不难 证明度是这样子 反正你就是说 都是用那个维峰 就是你要求别人 我就是维峰一下 它那个导数等于的 都是这种方法 另外我们还可以讲一个 比如说XK XK的话也可以上成公司一个 也可以上成是Argument Argument minimum 也是一个东西 就是FXK的话 应该是FX0加上U 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U应该属于什么呢 XK的话我们看 XK是这样子 X0加上这个东西 对吧 像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 我用一个记号 比如说 这就表示这几个向量 张成功的一个线性质空间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它就代表什么向量呢 就代表这种 比如说叫Beta0加上P0 加上BetaK-E PK-E 就所有这些 这种样子的向量的全体 这个Beta到Beta呢 可以论你的数 这个概念应该有 对吧 就有若干个向量 张成功的一个线性质空间 就是说这个油呢 可以在这个质空间里面装测 就是P0 PK-E 可以证明 我们原来算出来 PXK当然是属于这个空间里面 这里是X0 对吧 就是你如果在后面允许它这个油 只是在这个纸空间里面变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XK是最好的 所以有了这个性质以后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 那个共和向量法原来只是说是一个 一批P处理一样的 一下子就把所有AlphaK都成 然后有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那个算法呢 实际上可以写成功一个 相当一个线搜索的算法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算法写成功那样 这个算法可以写成功 像线搜索一样 那我们有了XK以后 我们又有了PK 然后呢就可以算AlphaK 等于Argument Minimal FXK 加上AlphaPK 这个你就要解写这个就完了 对吧 然后有了AlphaK以后 我就可以得到XK加1 加等于XK加上AlphaKPK 这到另外一步 然后你要提供我PK加1 下面你提供我PK加 这一步步就这样可以下去 这就变成功一个 像这样一个框架 就比较容易推广到非线性的场合去了 我这里把Alpha用这种东西写出来 而不是用这种东西写出来 用这种东西写出来 就比较难推广出去 这个就 然后我最后再简单说一说 那个几何解释吧 我们不是已经给了你这一套东西 对吧 我现在来做一个矩阵 或者它收上US 这个矩阵呢 就等于P0P1 PN-1 这个当然是RN乘N的这样一个矩阵 就是用你那个下量佐成功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大家看会怎么样 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变换的话会怎么样 就是说 就是我这里如果是X0X1XK 这么一直做下去 这个是X空间 然后如果要把它变到Y一个空间 就把X就可以变成功 就是这里Y应该等于S-X 就用这种方法把它变过去 那么这里就变成Y0 如果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原来的问题呢 那么Fx呢 等于2分之1XTAX 减掉BTX 现在X用它带进去 那么就等于2分之1X 我先写出来 Y0XTAX 我先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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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或者说X等于SY 就X等于SY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X等于BTSY 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单位证 这个是一个单位证 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就是ST S是S在这里 所以ST的话应该是竖起来 就是P0T PN-1T 这个就是ST 然后去乘上一个A 然后呢 再去乘一个S P0 PN-1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乘出来 是一个什么矩阵 就是每一项都是PIT PAP 这就是当作一个代表性元素 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讲 这个东西的话 只要I结不等都等于0 所以是一个对角症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出来 就变成PTA P1 这里 PN-1 就是TAP N-1 是有0 0 是一个对角症 所以这个症是一个对角症 如果对角症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空间当中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 是一个二次曲线的话 它应该是 就是如果两维的话 它应该就是 轴就是这个轴了 就应该是这种 这种样子 对 等值线应该就是这种样子 就是 就是平行与那个等值线 那么在这种变化下 这个是Y空间 对吧 所以你 你就沿着在X空间里面 沿Pi方向移动的话 到Y空间里面 就通过我这一个变化以后 到Y空间呢 就沿着第一 某一个轴 第二个轴呢 进行变化 对吧 那你要到最低的话 就等于是沿着各个轴 做一次变化 也就是第一个找到最小 然后第二个找到最小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所以这个一步步做下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整个这个过程 现在我们要转到那个第二步去了 现在我们要转到那个第二步去了 公和方向 现在要转到那公和梯度法去了 公和方向法就介绍这些了 公和梯度法 这个现在这个是很可惜 这还热 这公和梯度法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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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和方向法 他这个方向法 他有个好处呢 就公和方向法 你要给我 P0 P1都给了我 对吧 给了我 有个有个很大的麻烦 我要都把它抗起来 N很大的时候 你要抗一个矩阵很麻烦的 对吧 那么这个方法呢 公和梯度法呢 他是不要抗的 我可以一步步算出来 对吧 我先讲上方 上方我可能也没写了 还好 这位上方还写出来 其实有个所谓 就是 改定 X0 这个就是一个出责了 对吧 当然 A跟B都是改定的 问题都给好 我这里不用写了 就是 A跟B都是给好 我这里还给的 但是我这里P不要给了 就公和方向不要给 那么下面初始化 下面相当初始化 初始化就等于0的时候 那么你的P0 应该先去算什么呢 先去算R0 R0 R0就等于A X0 减B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功 F0 对吧 这是一样 这两个概念一样 就在你非线性的时候 将来推到非线性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记号 现在在线性的时候 一般人家用这个记号 对吧 而这要减个B 对 然后P0 -R0 这里P0我定了 我是给出来了 P0等于-R0 这个就初始化了 那么K当时 迭代次数等于0 然后就是换 做 一直做 换那个东西 这要 或者R 这写无所谓 RK 不等于0 或者实际上更好的写法 RK 比如说小于P0 RK大于P0 我就这么写 那么你就开始做 做的话 就一步步迪代 迪代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是要 就是AlphaK K 记上AlphaK AlphaK 当然就是我这里有了 负的RK T PK 除上PK TAPK 对吧 这个就AlphaK AlphaK有了以后 我当然可以做 XK加1 马上就可以等于XK 加上AlphaK PK 对吧 都有了 这个有了以后 我可以去求RK加1 对 RK加1 RK加1 这个就等于AXK加1 XK加1有了 再减B 对吧 RK有了以后 下面就是要去求PK加1 在这个顶着 这个是就这里的一个奥描地方 PK加1 就用它来构造 -RK加1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负方向 因为R就是 DeltaF 就是这个T度 就是用它的负T度方向 但是我要去做一个修正 BetaK加1 用前面一个PK 用前面一个PK去做个修正 这个BetaK呢 这个BetaK呢 我这个 这里没写 这个因为你先要算一个BetaK 不然的话还不行 BetaK 这个Be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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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好以后 然后就这个东西 然后就end 然后就k等于k加1 然后这里就是end 就是你这里一直转 就会转通了 对吧 因为你有了PK加1 然后这里就可以R做下去 RK加1PK加1都有 这里就可以做下去 那么这一套就通 这个就是我们的算法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这个东西好像怪怪的 实际上它就是要求什么的 要求PK加1呢 跟PK是共的 对吧 因为我们要共的向量嘛 所以你这个P要构成共的向量 所以它这个要求实际上是 根据这个要求来 PKT A PK加1 要这个东西要等于 根据这个要求来 你看 根据这个要求来的话 就是如果这样子啊 PK加1 PK加1 那么我用PKT A去称左边 跟称右边 那么这个就等于 等于这里 就是负的 PKT A RK 加1 对吧 那用 用PKT 用PKT 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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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个 对吧 这一项的话 就是负的这个东西 这个这一项呢 就等于 加上 加上 BETA K加1 这个PKT 再乘上A 对 PKT A 再乘上一个PK 对吧 那你看解这个方程 0解这个方程 这个负搬过去 那个BETA就得到这个 对吧 就是把这个方程一解出来 就得到了这个设置 对吧 所以这个看来BETA怪怪的 它的要求是这样的 是根据这个要求来的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组 供的方向 对吧 那么就根据供的要求 可以把它 所以这个就构成了一套那个算法 所以这一套算法就是 是供的梯度法 为什么叫供的梯度 它开始是用梯度 从梯度开始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从梯度开始 第一个不用梯度开始 没有这套性质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殊的 所以这个方法 大家看就是 它是 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供的方向法 当然 我们要说它是特殊的供的方向 我们要证明一个结果 就是一些性质 要证明这个性质 要证明性质 这个性质 这个性质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要引进一些记号 就是我们这个PK等于SP P0 P1 PK 这个就是由这几个向量 张成功的一个线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RK 这个也是这个向量 但是有R0 R1 RK 由它组成过那个向量 还有一个就是AK 这个也是有一个纸空间 是R0 第一个也是R0 然后就是AR0 AKR0 就是由这几个向量 组成过这个纸空间 这个空间 还有一个名字 叫Kleilov纸空间 我们不去管它了 那个原因 反正有这样几个纸空间 对吧 我们这个 这个是个记号 然后我们要证明的性质 第一个性质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空间 就是这个空间都一样 这些空间 这些纸空间 这三个纸空间是一回事 我们还要证明这个结果 就是所有的RKT PK PI 都等于0 这个呢 0小于等于I 小于等于K减1 然后呢 这个I就比K小 都等于0的 然后呢 这个0小于等于K 小于等于K呢 是等于N减1 都等于0的 而且这个呢 RKT R呢 K呢 也是等于0的 还有呢 PKT API 这也是等于0 这也是I 这个I呢 都是这样子 就是 这个 这个结论 下面这个结果呢 就说明 PI 我们这么构造出来的PI 是一个共和方向 这个证明度不是很难 你直接按定义去套套笼笼就可以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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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看一看 比如说我要这个都是 证明的话都是用归纳法 因为都对K而言的嘛 我归纳法 就到K为止 这三个是一样 那么要证明 到K加1的时候 这三个也一样 就是 如果PK等于RK等于AK 那么要证明PK加1 也等于RK等于 就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证 我证一个给大家看看好了 比如说我要证明PK加1 对吧 还是等于或者 实际上证的时候 我可以证这样子 比它小 比它小 然后呢 这个呢 再比它小 这么一转过来 不就是大家都一样了吗 对吧 那么证明的时候呢 我假定了 K的时候成立 要证明K加1 我来证明这一步 证明这一步的话 无非我要证明PK加1 对吧 应该呢 也包含在RK加1里面 就是要证明它适于RK加1 对吧 然后PK加1呢 就是你这里看好了 PK加1是什么 是由RK加1跟PK组成功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 而PK的话 一定属于那个大PK里面 一定属于大的RK里面 对吧 所以呢 然后你那个RK加1呢 也属于大的RK加1里面 所以呢 你这个东西一定会属于它 就这个东西很容易的 就这么证了 下面证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也是用硅那法来证 你假定K的时候都对 这个三十字都对 然后你要证明K加1的时候对 比如说我们来证明第一个 那么你看看RK加1 T P 要对 那么硅那法我们一般都退回去了 那么RK加1呢 就等于RK加上αKAPK 对 因为这个 这个是TPR 就要证明这个 对吧 这个东西 我这里给大家看看RK加1 应该等于A 应该等于A XK加1 减B 等于A XK加1呢 是XK加上αKPK 减B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减B 这个就等于RK 这个呢 再去加上αKAPK 对吧 PK 对吧 就等于A 就等于A 那么这个是你看看RK 这个要分两步 要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情况R正好等于K的时候 这个时候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正好等于K的时候 正好等于K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也等于K 那么就变成功 就等于RK TPK 减掉αK A αK就是PK倒出去 PK TAPK 对吧 但这个就是I等于K的时候 I等于K的时候 这个是一种 那么这个是指呢 就是因为αK的定义 你从αK的定义 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就等于它 这个就等于0了 αK的定义 你知道 带那个αK定义 就知道它等于0了 这里加 对吧 那么这个就知道它等于0 所以用αK的定义 带进去 带进去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I小于K的时候 I小于K的时候 这个设置变成K加1T 这个就是RKTPI 这样展开出来 加上αIPKTAPI 对吧 就把这个设置 RKTPI 然后αA 然后αA αK αK PK PKTA 然后再乘上个PI 对吧 这个就完全 因为I是什么 I是小于K的 所以就可以用 所以那法的假定 这个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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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也等于0 所以就正好 类似 类似的话 都是那样正 碰到这种情况 你都要把 那个I等于K的时候 跟I小于K的时候 两种情况讨论 R等于K的时候 你一般就是用这里的 算法里面的这个条件 αK βK 正好给你凑好了 等于0 至于I要小于K的时候 就用贵的法的假定就对了 所以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性质以后 你就知道 这样子搞的一套算法 确实就是 共和方向法的一种特殊情况 这个特殊情况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 我这个PK是一路自己产生的 不用事先给我 对吧 我第一个我就用T度 副T度 然后一个个我就 在迭代过程上面 一步步步产生出来 这个东西 这一点对于 大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大的时候 你要抗P0到PN 检验 那是很厉害 如果你的维数是7万 N7万 那就100兆 100个G了 是 是吧 反正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内存很受不了的 那么这种方法就好 这个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 如果我只要近视节的话 我其实并不要迭代到N 对吧 用不到到N我就完了 我只要迭代比如说100次 那我就也可以得到一个近视节 对吧 就是说我这K也不一定要跑 跑完一遍了 我就可以完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今天讲的这一套 它就特别在大的时候 就是N很大的时候 这一套方法呢 对吧 而且是求 并不一定要求近视节 只要求近视节的时候 这一套方法特别有用 对吧 因为这一套方法可以什么 我们讲 就是可以来解决 线性方针主力 大型线性方针主力的近视节 或者来解决两次函数的 优化问题的近视节 而两次问题的近视节 在我们那个线搜索方法 或者是特别在那个 信赖于方法里面的指问题 都是要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今天介绍的东西 可以成为 特别成为信赖于方法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组成部分里面的一种选择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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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